财团法人博佑社会福利基金会 数学教学影片 104年国中数学教育会考 选择题第10题 好了,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题目 如图AB切元欧1于B点 然后呢,AC切元欧2于C点 好了,这里有两个元 元欧1 跟元欧2 然后呢,AB 切这个元欧1于B点 所以AB它是元欧1的切线 AC呢 它切元欧2于C点 那AC呢 它是元欧2的切线 然后题目又说 BC分别交元欧1 元欧2于D E2点 然后我们把 BC 联起来 那BC呢,它会交元欧1于D点 交元欧2于E点 那如果缴B01等于40度 缴CO2E等于60度 则缴A的度数为何 好,题目问 这个缴A,它的度数是ABCD 四个选页B,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一个 好了,那同学,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的根据 这个头型 以及题目给的条件 来算算看 角A到底是几度 好吗 好,我们先看一下 A,B切元欧1与B点 A,B切元欧1与B点 所以A,B是不是元欧1的切线 对不对 所以 O1B这个半径跟AB这个切线 是不是怎样 所以就垂直 对不对 好,所以 这个角O1BA它是90度 接下来 AC切元欧2与C点 AC切元欧2与C点 所以AC是这个元欧2的切线 那跟元欧2的半径 O2C 跟切线AC 怎样 是不是垂直 所以这个角O2CA也是90度 好 好,来 那接下来呢 看一下 B,C分别交元欧1与D点 B,C交元欧1与D点 交元欧2与E点 交元欧2与E点 所以B,D,E,C四个点 好 B,D点在元欧1的圆轴上 E,C两个点在元欧2的圆轴上 那也就是说 O1B跟O1D都是半径 好 所以O1B跟O1D的长度是一样的 O2E跟O2C也都是原欧2的半径 所以O2E跟O2C也是一样长的哦 好不好 接下来呢 题目又说 角B1D等于40度 角B1D这里 40度 角CO2E60度 角CO2E这个角 60度 那我要问什么 问角A几度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角A在哪一个三角形里面 角A 这个角 它在三角形 A B C 里面 对不对 那我今天如果算出这个角 ABC 跟这个角ACB的度数 那180度扣掉这两个角 是不是剩下就是角A了 对不对 那这个角ABC 跟这个角ACB从哪里算啊 刚刚我们有没有讲 AB 它是这个原O1的切线 所以AB呢 跟原O1的半径O1B是不是就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角ABO1是90度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这个角90度 ABO190度 我如果扣掉了O1BD这个角 那剩下就是这个角ABC 对不对 那另外一边 这个角ACB呢 刚刚是不是有讲 刚刚是不是有讲AC 它是原O2的切线 那当然就跟原O2的半径O2C 也垂直嘛 对不对 那这个角ACO290度 如果扣掉了这个角O2C1 那剩下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角ACB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想办法去算出这个角O1BD的度数 跟这个角O2C1的度数 对不对 那刚刚说什么 刚刚说在这个三条型O1BD里面 B点D点都在原O1的圆周上嘛 所以O1B跟O1D是不是都是原O1的半径 那半径怎么样 是不是一样长 所以三角形O1BD它是一个什么三条型 很好 它是一个等腰三条型 那等腰三条型O1 这个角O1是不是这个等腰三条型的顶角 对不对 等腰三条型顶角40度 那它的底角几度 180减掉40 再除以2 所以是不是70度 对不对 那AV跟O1B又垂直 所以角AVO190度 那扣掉70度 剩下的这个角 ABC是剩下几度 就剩下20度了 对不对 好来那看另外一边 这个三条型O2EC 1点C点都在原O2的圆周上 所以O2E跟O2C是怎样 是原O2的半径 半径 那半径怎么样 一样长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三条型O2EC叫做什么 等腰三条型 等腰三角形 它的顶角 这个角 O2 60度 那它的底角呢 180度减掉60度 除以2 所以这个角 O2C1 60度 对不对 那刚刚又说的啊 A C 它跟O2C垂直嘛 这个角 ACO2 90度 扣掉60度 剩下的这个角ACB几度 是30度 对不对 那这个三条型ABC里面 角ABC20度 角ACB30度 那剩下的角A呢 180减掉20 再减掉30 几度啊 是剩下130度 对不对 好 所以 我们刚刚 哦 我们的想法 算出了角A130度 那现在呢 我们试着用文字的方式 来把它写下来哦 好不好 好来 第一个 呃 这个三条型O1BD 它是一个什么 好 等腰三条型 好 三脚型 O1BD 喂 等腰 三脚型 而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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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1B 等于40度 那这个时候 我的底角 角O1BD 是不是就是180度减掉40度 除以2 对不对 所以呢 70度 这个角 O1BD 70度 再来看看另外一边的 三角形 O2EC 它也是一个 等腰三角形 而且呢 它的顶角 角CO2E 等于60度 题目说的 好吧 这60度 那等腰三角形的顶角知道了 它的底角呢 角O2C1 是不是就是180度减掉顶角60度 然后分给两个底角 所以这个角O2EC这个角 O2EC这个角60度 好不好 那第二个呢 因为 A1B是原O1的切线 那它当然就跟原O1的半径O1B垂直 对不对 所以这个角AVO1它是90度 所以这个角O2EC这个角O2EC这个角AVO1就等于90度 那這個時候呢 角 AVC 是不是就等於角 AVO1 減掉 角 O1 VD 對不對 這個角AVC 是不是大的角 AVO1 減掉O1 VD 這個角 對不對 所以 AVO1 90度 減掉 O1 VD O1 VD在這 剛剛算出來的 70度 用90度 去減掉70度 是不是就等於20度 對不對 所以 這個角 AVC就是20度 好不好 那再來呢 AC 看另外一個圓 AC 是不是 原O2的切線 它當然跟原O2的半徑 O2C也垂直 所以 所以 他就垂 AC就垂直 O2C 好不好 那這個時候 我的 角 ACO2 是不是 90度 對不對 那我要求什麼 我要求這個角 ACB 它就是這個角 ACO2 去減掉這個角 O2C1 對不對 所以我的角 ACB ACO2 等於 角 ACO2 去減掉 角 O2C1 對不對 那我的角 ACO2 在這 90度 那就減掉 角 O2C1 O2C1 在這 60度 對不對 90度 減 60度 剩下 30度 所以這個角 ACB 就30度 好不好 那第三個 在 三角形 A B C當中 好 角 A 加上 角 ABC 加上 角 ACB 三角形 內角合 180度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 知道的東西 帶進去 角A 不知道 是我要求的 那 角ABC 幾度呢 剛剛算到了 角ABC 這裡 是 20度 20度 喔 好不好 所以 角A 加上 20度 再來呢 加這個角 ACB 角ACB 在這裡 好 30度 角ACB 這裡 30度喔 好不好 所以 加上 30度 是不是 180度 欸 那 角A 等於多少呢 20 加30 50 移過來 180-50 剩下 100 30度 好 所以我們現在 算出了 角A的度數 解錄 130度 看一下 四個選項 欸 C選項 130度 跟我們算出來的角A是一樣的 好 所以同學 這個題目呢 我們選擇的就是 C這個選項 柏 博佑基金會 謝謝您的觀賞 非常好 對 超級 超級 感谢观看